罚 祖母 孔嬷嬷真是你用人配子 这艾达 还挨出门道来了 她知道我们几个犯错 并没有急着罚难 而是由着四姐姐和五姐姐 明争暗斗 直到今日火烧起来了 才站出来主持公道 抓住错处狠狠责罚 这就让你佩服了 那你可得好好学学哦 这种水魔忍耐的功夫 不是人人都会的 像大娘子 这辈子也没能做到 于是明兰学刀类也用刀了 这两个是大娘子二等女士 屋里的灌手 最是体贴奶狼 大娘子不是给她房里 塞着两个丫头吗 咱们也选两个塞过去 我是贴师女士 骂你 你得给我听着 这院子究竟是你做主 还是姑娘做主 我做不了姑娘的主 难道还做不了你的主 我阿娘也是给大娘子 做了一头妈妈的 她又说了 我阿娘受了 她故事 谁 你做什么 这六妹妹院的人 怎么这么不等规矩啊 二哥 我是大娘子房里的银杏啊 您不记得我了 我只是问问您安好 胡说 是 我也是极心疼你的 这是我现在不用 这是没时间了 三哥 我们该回去了 三哥还说疼我呢 旁边一腰毁 你就把我抛下来 三哥哥这是念旧情 人生命妹妹的多人所好 心理难安 要不 三哥 是时候该回去了 胡儿姑娘 你每日里哭三回 你也不嫌晦气吗 嗯 这多好的茶盏啊 这样过来不容易呢 下次你小心些 不然叫我来弄 也就是两个盏子罢了 我到三哥屋里 碎过多少东西啊 也没听三哥说我半句 不说这院子 姑娘脾气好 没成想 姑娘是好的 小唐 就几个茶盏子 没什么要紧的 别说它了 赶紧把这收拾了吧 咱们这院子里 还能存下这么尊大佛吗 你 你为什么那么羞辱啊 不能让外头的嚼舌头 说我们姑娘没规矩 无尊碑 行了 早点睡了吧 崔薇姐姐你瞧 单分都成细作了 这是海家大姑娘送来的香双花 咱们替你留了最好的一朵 凝薇姐姐 我也帮你戴上吧 你哭什么哭 简直给大娘子屋里丢人 大喜的日子 你也不嫌晦气 我 我自哭我的 又没有招惹你 咱们在六姑娘的院里伺候 收的是二哥的喜情 你竟寻主君家这种回事 你要哭啊 滚出院子里哭 别在这里嚎丧 你有你娘刘妈妈罩着 不管到哪里 都这么指指点点的 你问问这屋的 谁看得上你 看不上我 难道看得上你 每次二哥来 你都凑上去说话 是你说话的地儿吗 你胡说什么 你这么浪出火来 还想替二哥三哥呢 你不瞧瞧自己 是个什么东西 关我们三哥什么事啊 你要说这件事你就说 可别吃让我们三哥 他就算不是个东西 也是个正常转警 做女婿的 哪里像我 破了身子又不收房 八八地送到这院子里来 同姑娘的一品 小剑 你胡说什么呢 你看我今天不撕你的嘴 别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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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都反了天了 姑娘可快点处置了吧 没错 是要罚的 我瞧着 就罚半个月的月钱 六姑娘心词 可我们院里都听说了 那个叫什么可儿的 居然在路上 和三哥拉拉扯扯 这管家可不是 只管钱粮的事 家里的风气名声 才是一等一的要件 刘妈妈您这话说的 这可儿本就是 三哥哥屋里的 是哥哥哥爱才给了我 人家过来我应该疼他才是 若为了这么一点小事 就去责罚他 那若三哥哥知道了 你不得怪我呀 还更显得我 更显得我不吃好奶 这 怎么是小事啊 都在姑娘院里打起来了 再说了 不光是可儿 我二哥哥来时 那银杏也时常说两句 那 那是人家心怀旧主 人之常情嘛 我听柳姑娘这话 就知道她是个软弱 不敢出头的 先去把我家九儿打了一顿 又去敲打银杏 告诉她老实点 别胡思乱想 冻咱妈哥的心思 谁知道 谁知道这个小丫头竟然同我说 妈妈 少操些心吧 我如今是六姑娘房里的人 姑娘都没说话 您管的哪门子事啊 大娘子 海家姑娘 马上就要嫁过来了 顾家 为了一个女人闹翻天的事 要是在咱们盛家 再上演一出 那可就 谁也别想 按着我家长白的路 都处这儿了 我们既不能留人了 隔壁那见人的耳目 就更要切 母 母亲 母亲见人了 你记面活心软好说话 我只能来做这个恶人了 可这玉下之术上 你们是半点也不明白 也怪我没同你说清楚过 今儿我帮你料理的这事 你在边上看着 就算是我教你了 哪个是肯 你 奴婢在 果然娇滴滴的可怜样 听说你 每日吟诗作对插花作茶 竟不是来伺候人 像是来做主人姑娘的 奴婢也做了分内的事 都是闲暇的时候 才弄点小玩意 贱皮子 敢跟大娘子顶嘴 你哪得学的规矩 再有一句被打了你的嘴 偏还在院里对爷们拉拉扯扯的 你这么惦记原来院子里的人 你还过来干什么 男人 按住了 打 大娘子 今儿里都是三个字 拉着我说话的不关奴婢的事啊 大娘子 大娘子 今儿里都是三个字 拉着奴婢说话的不关奴婢的事啊 大娘子 别动 不动 不信了 你跪那么远干什么 过来到跟前来 你和可儿往日里考还亲厚 不算亲厚 我想你们当是亲姐妹才是 要不然怎么这形式做派如此相思 没有 没有 是吗 那你就跪过去 看着她 替她把这板子抱个树吧 去啊 给我打 三 一 二 听说你剑斩砸了四五个 又养老家送来的东西你也给碎了 好大的谱啊 通扁京城谁敢养得起你这样的女婿 刘妈妈 拿了她的身戒 找个人丫子打发了 是 你是故意纵着这些 送过来的丫头 送得她们不知天高地厚 一个个不是招惹长白 就是招惹长风 再不然 就在你屋里腰三合死 摔碟子摔碗 不是 你心里明白 林七格那位不喜欢可儿 才把她塞到女房里 若是大娘子 知道有机会把她塞回去 我心里小娘 那她一定不会放我 你这倒算得很定啊 好 好 好